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CC25基因经过人为修改,出生后疾对HIV病毒免疫。 媒体报道称,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为CRISPR-CAS9技术。 两个美丽的中国女儿,名为Lulu和Lana,都可以在世界上咬得健康,一几个星期前,Lulu和Lana只是一个单身的病毒,这种病毒取出了门口,由于HIV进入来冠军人。 随后,一份关于贺建奎申请基因编辑项目审查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被媒体曝光。 该委员会给出的审批意见是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医院称,这一基因编辑婴儿项目并不在该院进行,婴儿也不出生在该医院,不过该医院并没有否认与该审查申请书有关。 贺建奎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对此南方科技大学称,贺建奎副教授目前在该校处于停薪留职阶段。 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同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26日晚,深圳危机委在微信公众号发布落款为《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公告称, 已启动对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疑似参与项目医院伦理问题的调查, 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查, 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 对于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所涉及的各类问题, 医学知识分享网站丁湘元在微博发布多篇文章进行了回应, 同时,有100多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 认为直接进行人体实验疯狂, 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截至目前,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是否属实, 项目是否通过医学伦理报备,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是否安全, 伦理能否接受等问题还有待多方相关机构进一步核实与回应。 26日晚,国家卫健委就此事做出回应, 我委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实, 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 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